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是Edith 大家都知道 其實台灣 日本 對於手帳這件事是比較盛行的 他們有多些人會做這件事 也會有不少的創作人會出手帳 因為在香港其實不容易買得到這些手帳 因為我們不會在大型的文具店 找到這些手帳買 但是陸陸續續 他們也成熟了 所以也有些人會運到海外 或者你只需要多給一點運費 這樣運回來 今天我想趁著這段時間 很多預購跟大家說幾個 很出名的台灣創作人 他們所設計的手帳 比較他們不同的款式 讓大家都有機會入手 如果你有興趣的就繼續看下去 首先我們看看第一個手帳 這個手帳是由 Our Studio 他們推出的 即是康克阿富巴他們 其實他們這次的2022年的主題 就是自由研究 會把手帳變成像這個年度的作業 我們看看它的內頁設計 其實它的內頁設計 就是一個八分份的版面設計 所以你會得到一個空格寫下 你每天發生的事 亦相對比較自由 這種版面每天的空格會比較大格 亦適合用來做一些不同的拼貼風格 他們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每個星期都會設計一個小小的課題 例如今年的目標 你聽了什麼新的音樂 一些小的雜作的概念 它亦有monthly plan 我很喜歡他們的圖案 另外就是平日漢黑會畫的一些油粉彩的花花草草 或者一些寶石的概念 你看到它們的色彩配置都是很漂亮的 這些小插頭都會令到你的手帳很加分 就算你很簡單地用啡色去寫一些字 看起來整個版面都不會雜亂 亦會很搭配 另外它亦有些特別的手帳版面 例如是一些食譜 或者是一些卡片 一些不同的研究項目 或者是3-note 你亦都可以收集你自己喜歡的顏色 這個構思整個都很幫助到你 去整理一些不同的你想創作的主題 我覺得是很適合一些創作人去用的 而它的版面你都看到是很拼貼風的 塑造你去有多一點 雖然是現成買回來的手帳 但也有少許平貼的感覺 你看到它是用日本天堂料紙 用霧面書套的 總共有176頁 亦都是一個可以拿到外出的厚度 現在它們預購是168元 其實這個價錢 我覺得以學生來說 可能會覺得有點貴 但對於創作 小量製作的手帳來說 我覺得這個價錢 一點都不貴 大家可以平衡一下 它們本身的風格 都是很土人喜歡的 它們推出的其他紙丘帶 都是貼紙 都是很漂亮的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但預購的話 可能要留意日期 第二個我想分享的就是 寄師手帳 其實寄師手帳 在去年的版本叫小芝 它裡面的版面 是比較簡約 直式的時間線 你看到它的相片都很漂亮 其實每年寄師手帳 我都很想擁有一本 它是茄子先生出的 如果你看到他們今年 其實他們都出了一些 寄師手帳 去講他們新年度的手帳 這個就是他們的新封面 今年的主題就是 Morning Sleep Well 就是講歸零重整 再出發這個意味 我想大家都是疫情 所以都希望新年度 可以有一些新的曙光 這樣的意思 而他們覺得2022 好像那個Z字 很多Z字好像睡覺這個符號 所以就求知了這個封面 我們看看它的內頁設計 其實它的內頁設計 就秉承著它一貫很簡約 很優雅的風格 它會有一些給你練字的特色版面 因為茄子先生本身出名 都是它自己手寫字的這種風格 它也有一個很簡約的 如果你是喜歡書法自體的話 就是每一頁設計 每一頁設計 都會有些小提示 幫助你去建立健康的生活 而內頁設計 亦都是跟它一樣 過去幾年很相似的一個版面 就是一個 值息時間線的這個版面 你看到它整個版面 由概覽 月間和周間 其實都是很簡約的 如果你是喜歡書法自體的話 應該會挺喜歡這一本的 雖然它今年這個封面 跟它過去有點不同 沒有了那種很大自然 花花草草的那些東西 但是它的紙質都是很特別的 特別的厚身紙的那種書紙設計 但是它都會有一個透明模面的書套 大家就可以自己參考 它的價錢就是台幣630元 是在拼台上可以預購的 每年看到其他人貼文 他們用技師手像的時候 我自己都覺得很心動 所以我現在都還在掙扎 要不要買這一本手像 最後就去到另一個 很出名的手像的KOL 它就是RICO RICO 其實它本身自己的手像 就是很有個人特色的自己的插畫 而它也創作了一隻小狐狸 所以它這幾年的手像 其實都是在用小狐狸這種風格 其實它的色彩就比較鮮艷 很繽紛 你看到的時候就會覺得很開心 我感覺上它比起剛才的兩本 是比較薄一點的 這個就是它今年的封面 應該是每一年都會有雙面封面的 全彩印刷 可以完全攤平書寫 也有雙封面的設計 外層封面跟裡面的封面是不同的 如果你自己喜歡 可以調轉封面 就會變成不一樣的感覺 它出了兩款 第一款就是用了蒲公英 還有色彩拼貼板這個設計 比較暖色系 另外一款比較冷色系 就是午夜觀星 還有檸檬飛鳥這個 這個我覺得它的封面是很漂亮的 那種鋪片色是令我覺得很深深眼的 它同樣也會送一些東西 包括那個書籤繩 雙面電板 還有一些貼紙 其實整個配套都是令人覺得很吸引的 它的內頁設計 就會比起剛才那些好像多一點點東西 就是一些不同的插畫 如果你是喜歡比較多一點點東西 豐富手帳 你本身不是太多貼紙 或者你自己沒有自己營造的風格 其實這個就會比較適合你 但是它的周記士 就是用這種橫色的周記士 在一版裡面就會整個星期顯示完 而右邊這一版就是空白頁 你可以做一些写貼 或者寫一些brainstorm 那樣的東西 那我自己本身就不是最習慣 用這種形式的周記士 但是其實市面上 都有很多是這種的周記士 如果你是想寫一些功課 或者你要做的東西 那其實這種的周記士 就比較適合 它後面也有些free page 還有一些年紀士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Stay Home 這個小插圖 就是Reiko自己的創作 那這個版面的插圖 其實就是它平時自己手像的風格 那我自己也是覺得它的創作 它畫的小插圖是很引人入性 很有趣的 那所以這個是我很喜歡的一個手像創作人 我自己也很想擁有一本它設計的手像 但是因為我於那個周記士的格式的問題 我想我都會未必傾向買這一本 但是如果它下年再出 或者它出其他的版面配置的話 我自己也會很想入手一本 是給收藏的 那這次就說了三個台灣的手像創作人 他們所設計的手像 那如果你是對於這些手像界別裡面 一些很出名的創作人 他們所設計的手像有興趣的話 記得去查看他們的預購產品 還有可以follow他們的IG 我都很欣賞他們用心機的 去設計的手像給我們使用 對了 如果你現在都開始在籌備 下一年度你想寫的手像的話 那就記得去快點去預購 那我也不知道出這條片的時候 會不會有些預購已經結束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記得多多留意 那這條片就差不多了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